我想問一下,對於大學本地層 有沒有維持這個學屬自由 其實都有很多演講,你都不夠努力 你覺得應該是要在這些方面做些甚麼的努力 因為具體在這裏講一下 現在本地層到底有些甚麼是做得不足夠的 我會這樣講,其實我剛才很同意謝博士的講法 其實國安法很多事情,因為這是新的法例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用得很清楚 這個時候,那些大學管理層應該走出來 就是會無情談關閉 大學就叫做工藥大學 本身都是一些叫做收工介紹 有工藏資助的一些大學 他們應該都要出來講回他們 他們覺得怎樣提他們是最拒威的事情 去講怎樣使用消防保障的學術 或者他們用一些具體的措施 怎樣去肯定那些教員他們教書的時候 他們不需要有一些額外的問題 沒有國安法之前,那些人可以打甚麼 有國安法之後,都一樣可以打甚麼 他們是否有大學管理層 可否做了這個保證 不停的類似這樣的東西 其實不會是重要的 而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到現在為止,似乎大學管理層 你都未做到這一步這麼不明確的一步 甚至可能有些 你見到對學生的人意的態度 你覺得其實是相似的 你會覺得他們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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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 我能夠解答的就是 它做了些甚麼 令到增加自由 其實都頗難 但我只能夠講兩樣的 一,其實在大管理層角度來說 它可以承擔多些責任 就令到你即使是很踩街 你都不會這麼怕 我要解釋為甚麼 我這樣講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去做研究申請錢去分刑 其實是很多重關要過的 如果你在那裡 一,你可以說是有些 其實是有審查的 但審查通常是在質素上的審查 而不是題目上的審查 那是有分別的 但重點就是 如果它是說 我這些關卡已經是 某種程度是 保障了大學的員工 那個員工較為放心 有時候這些是心理 如果你說 我有些保障 那我認為是 比較容易一些 即是在職業 即是比較放心一些去做研究 寫文章 諸如此類 第二樣事情 大學管理層可以做的就是 它就不應該做它現在正在做的事 換句話來說 我剛才已經講過 錄影 要求職員錄影它的課堂說的話 我認為是有一定的風險 我不介意你要求我 等我的powerpoint 等我的notes 我真的不介意 但如果我一堂講兩個多小時 我講十幾堂每個章 每個章 你難保真的 我講一些敏感的問題 有時候 superpunk 這樣 我不是想故意犯錯 實在是concentration 大家都知道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就要shift 我想不是犯錯 是觀點不同 我即使當你犯錯 我即使 我也知道 還有這個觀點 是他interpreted 不是我講的 即是我們應該是 即是現在我們新時代 我們講的東西 幾乎是不能夠反面正面的 我只能夠問你喜歡我講哪邊 我說你喜歡我講這邊 我講這邊 我講這邊 是不是我們想大學都這樣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大學的人 應該更加持平 無論哪方面都可以 即是看得到 就不能夠說 主觀 即是掌官意志 你那些正確定 你那些 麻煩了 你說我講什麼 我講什麼 那那個還是什麼大學 即是我想我們是有個責任去承擔 就忠於學術 就不是說 終於你說什麼 我講什麼 那麻煩你回家睡覺了 即是 我相信 既然 我剛才都講真的 聽我說 以為我講笑 你知不知道 每間資助大學裡頭 二百萬以上的人工每年 有多少人 你真是不會知道 我告訴你 每間有好幾十人 我們有幾多間大學 你吃馬 為什麼這些人不想 那些好端子出來 為什麼你收那麼多人工 還比特首高 你不想那些好端子出來 要那些學生或者同事想 為什麼你不保障那些同事 起碼你有個責任是去保護同事 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不幸運給你起訴 那你的大學的高層去哪 即是有些事當然同事有責任 但是大學高層沒有責任 即是什麼你講的 你說我保障學術自由 現任自由 那你訪問一下他 我真是說你那些問題非常好 不過不是 你問錯了我 你應該問大學校長 你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市民會說 喂 四成多說你沒有弄力度 沒有啊 想一下吧 收六七百萬人工 高薪過林鄭 不用做啊 他是要做的 但是你同學也知道 真是壞些都說 放著來做 他做了什麼 你都說 你和我都說不出 只是逼迫一些同學 因為最近今天的新聞就是 不如我又嘗試問一問吧 因為剛才大家都集中說 就是說 管理層應該怎樣做 或者學校正在做的情況 可能是大家覺得 不是太應該這樣行限的 那會不會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說 管理層這樣 可能不太努力去保障學術自由 又或者有國安法限制了學術自由 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 是怎樣呢 大家的推想會是怎樣 這個會 我覺得就是 學術自由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價值 就是在於 去推動社會 由不同觀點的辯論 或者不同的辯論 去得出來 對社會更加好的理解 更加準確的理解 那這些是很正常的學術 去研究教學的活動 其實如果這麼多人 會對 例如國安法之下 學術自由 究竟還能否保障 或者管理層 或者大學他們做了多少 去保障些什麼 有這麼大的疑惑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會造成一個所謂的學術自由 研究者 教學者 他們自己 原來大學管理層 你必保我的 那我自保了 我不要教這麼敏感的東西 接著 學生上課之後 就說 其實我都不知道我上課 譬如和老師討論一下某些問題 接著就被隔壁的同學錄下 再打他給國安議士 這樣的時候 那 他也都會害怕這些 他又知道學校都不會保障這些 那他又會自我審查 一個這樣的寒傳效應 就會令到 其實我們少了很多 應該有不同觀點的辯論 其實也都會令到 我們對社會 譬如說社會科學 我們學校社會科學 對社會現實的理解 對社會民情的理解 是越來越筆實 其實對整個社會 整個公民社 甚至對政策制定者 都會越來越 因為他們會少了很多觀點 刺激和對話 去修正他們的政策 所以這個是我最擔心 就是如果這麼多人 對國安法之下的特殊自由 可能有幾個保障 這麼單而來的時候 他們很多就會自己去自我審查 然後就會令到這些本身 就算政權力真的去限制你 都已經自己限制了自己 這個是我最擔心的 就少了很多見 很多謝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接客 我經常是說 一個社會一個種族的文化 是視乎我們怎樣對一些弱勢社群 因為根本是有指標去衡量 其實社會何常不是有指標去衡量 文明的指標 文明的水平 你有沒有文明 但是我們習慣了那個 就是我們成長在香港那麼久 習慣了那些指標 原來是指標不會變的 我們現在不走那套 不走人權 不走自由 不走學術 自主 這些東西 我們走另一套 那我們是不是只是想走一套 叫做聽話指標 你個人不是講你的能力的 你個人只是需要你聽話就可以了 我們是否想整體上整個社會 反映了這些東西呢 沒有錯的 你所說的東西必定是對的了 我們是否想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大學 就是我們在大學 沒有錯的 我們那樣東西叫做教育 叫做公平 公義 我們有些指標是 真是要遵守 個個都遵守才行的 不能夠說 你現在很多權力在你手裡惡了 你所說的東西是無上權威 一定是對的了 我無論說什麼不支持你 我就一定坐 即是很混亂 現在根本那些指標 行哪套呢 我認為這樣是不健康的 整體上對社會影響就是不健康的 但是如果實地說 就是說 因為國安法裡頭那些 那些條款是不清晰 那我就怕了 我就寧願不做了 那是否我們想這樣